岁末年终感谢志工过去一整年的辛劳 万里社区发展协会办理岁末感恩表扬餐会 市议员当选人也纷纷来到现场致意 表示社区不能没有这群默默付出的幕后推手 又到了岁末年终之际 为了要感谢志工过去一整年的辛劳 万里社区发展协会办理岁末感恩表扬餐会 洗开30多桌还有热闹的表演节目 要让辛苦一整年的志工可以好好休息 坐在台下欣赏表演 感恩妈们的参会现场 市议员当选人也纷纷来到现场致意 表示社区不能没有这群默默付出的推手 让社区的运作进行顺利 今天真的很开心 又到岁末年终了 那我们万里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同理事长 其实在每一年都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也感谢我们的社区的这些志工 长久以来也协助我们理事长 在我们社区里内办了很多很多的大型活动 那今天特别开心的是 岁末年终 我们的理事长每年都很温馨的 在岁末年欢的过程当中 也举办一些爱心志工的这样子表演活动 那活动非常的精彩 有我们的排舞热舞社的啦 还有刚刚时下最流行的海茶舞都已经在活动上面这样子飞飞扬的展出 那雅玲刚刚也小试一下身手 也博得满堂喝彩 那也借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在今年的10月24号 大家全力支持雅玲 雅玲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感谢 未来的4年雅玲会在本着服务的初衷 在地方为乡亲继续争取更多的建设 那主要这边社区的志工平常都为我们社区做很多付出 包括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社区的志工 还有一些我们环境的维护 还有一些各种活动的演出 都是需要这些我们辛苦的志工妈妈们 那所以今天这种算是一个尾牙的餐会 那锦豪特地怀着一个感恩心来谢谢大家 长期以来他们这些最辛苦的志工妈妈们 都是为我们万里市区来做一些付出 所以希望未来锦豪在市议会 能够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福利 也希望未来这些社区妈妈们 能够保持这种精神 锦豪愿意在市议会来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 为我们万里社区做更多的服务 孙莫感恩的舞台上 各个社团表演热闹非凡 而社区理事长以及市议员 也为了表达感谢之意现场表演 就是希望这场餐会 志工们都可以好好休息吃饭 还可以尽兴看演出 让一整年的辛劳借此而消除 等一下我们表扬志工有将近欧斯科 还有贫穷人有五个人 贫穷的人 肉质团体 我们一一给他表演 我每年因为万里期 社团很多 他们平常服务 在这个社区里面 气功手 全乡气功手 每个社人都给他表演 像那工手的志工 明皇预警 卫生所的志工 学校的志工 庙里的志工 我们一一都给他表演 非常辛苦 所有活动都来帮忙 所以万里里的志工 在这边是非常 就是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地 对本地的乡亲都非常的热心 不仅是老人也好 或者很多的早上的这个什么休闲活动 体育活动 健康活动 都非常的这个努力来完成这个社区所要的一个目标 发展协会的顾问不只是出钱出力 万里协助社区发展 更加也要一起来感谢志工的五次奉献 跟着社区理事长的脚步足足来致意 期许在岁末年中线上满满的感恩与慰绕 为志工们累积明年继续为社区服务的热忱 要让万里社区发展协会继续永续经营下去 记者拉平行万里采放报道